全台最大百貨購物中心 陣地18萬坪結合購物中心 五星級酒店的高鐵娛樂城 今年六月才風光動土 但背後的廣山崇光集團 卻涉嫌掏空金額高達18.9億元 接過請大家掌聲鼓勵 廣山SOGO日籍負責人 圓島榮一為了高鐵娛樂城 增資發行特別股 他向投資人承諾 在六個月內會把股份買回 事後反悔遭提告敗訴 圓島敗訴後 警犯高層密謀掏空白貨 轉移經營權跟股權 還購置房產金額超過18.9億元 背叛背信罪 但他因為認罪 而且和股東有和解改判還起訴 掏空白貨會被發現 就是因為營業額大幅下降 減方對比週年慶的營業額 2020年是5.69億 2021年6.33億 到2022年 近只剩159萬 一查發現圓島改換公司 名將金流大量外移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的公民 面對掏空旨意 廣山SOGO發聲明強調 這是台日股東間的內部鬥爭 在今年5月已經和解 沒有積欠賬款 而且不存在掏空18.9億的 違法事件 公司營運一切正常 捕手影響 就讓三三景城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貪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